在这里呢我先提前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虎年虎到家 陈家乔哈哈 我们的新年好像就是NOWERS 对我们的新年是在3月21号 那么在这个过年之前 我们要算一下我们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然后花了多少钱 什么花的最多 然后下一年要怎么办 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总结 我现在上头了 爸爸说到哪里我们的小生产生 什么花样的花样 我们有这种花样和沙坷 所以我们在孩子里 我们在大学一期 跟小生产生生用花样的一年 一年花样的花样 因为她就差点花样 在20年花样拿着花样 它是一年花样的花样 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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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凰 dét快暴露 把壘 ‑‑40几几几凰 就是 但是我猜猜的 rob insan 爹 臭 偿 我猜 我想 East 我还在吃了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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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们拍视频 一有这个镜头 我爸就会变得很僵硬 茶也不喝 真的是 其实这一年我们的支出算是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我们在山上修这个房子 花费的就将近40多万 比如我们这个今年的输入翻好几倍 其实每年我们的这个收入差不多都是在10万左右 因为我们是一个刚刚才开始就是孩子都上学了 然后该结婚的结婚了 都有工作了 然后家庭条件才慢慢好起来的这样一个不明家庭 我们不算是什么大户人家 然后呢就是我们家虽然说有200多只羊 然后有一些麻什么的 但是给他们的支出也是远远的超出我们的想象 就之前我不是拍视频给大家说有流浪狗把我们家的羊给咬了吗 如果他咬一只羊相当于你一个月的咬3000块钱就没有了 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固定资产你还得养好 你还得给他喂好 喂不好了他就没了 我们喝的这些奶茶这个奶子都是我们家牛牛给我们给的 不给他喂他就不会给你下奶 所以反正哪哪都是支出 还有就是我还没毕业了 像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得花一万一万块钱左右 就相当于我们家一头牛或者一匹一般的马就没有了 对于我 然后这一年我就开始做自媒体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爸他们就是不支持 他们不知道我在做自媒体到底是在干嘛 但是后来呢就是我做自媒体有了一定的收入 就是靠这个播放量呀 有些粉丝朋友们还会去说买一点我们本地的特产呀 然后我们家的收入也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就是像今年夏天我们装修的时候 我就给家里稍微给了一点我的工资 我父母也老了 然后他们也该享受一下这个晚年的生活了 所以我得好好努力多多的拍视频 多多的挣钱 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祝大家这个过年好 好 身体健康 妈妈 你也说一句 谢谢奶 我妈的还有 我爸爸在嘲笑我妈妈说 哎 这个都说不上 大家身体健康 果年好 果年好 爸爸你说一句 我想过年 大家年过得好 身体健康 有时间了上来 三上 各旅为何 海外的视频 我妈说过来喝酒 哈哈哈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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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ments 通过 也是 真正的 iyrak